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Signishope 導師 靈氣阿MAN 今天想跟大家再分享 我全新製作的能量蠟燭 全新包裝 我覺得很帥 高成本製作 因為玻璃杯已經比之前貴了很多錢 但是一個字漂亮 所以我就選用了全新的黑色玻璃杯 其中一個原因漂亮之外 還有另一個原因 就是這個黑色的玻璃杯 更加可以好好保存其中一種 我貫注了下去的能量 就是ALL KEY DARK ENERGY 所以能量上應該比之前有所提升 當然能量的東西個人感受 如果你感受不到 不要緊 相信他用他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感受到的話 當然更加是一個Bonus 今天上載 其實之前也錄過一個短片 介紹如何使用蠟燭 但影片都夠了 可能朋友們找不到來看 所以今天再重新錄製一個影片 首先用這個能量蠟燭 如果從能量角度去運用的話 首先第一次運用之前 就誠心地拿著它 然後去想 宇宙太陽光有一道白光 從頭頂進入身體之後 透過雙手一起灌注到蠟燭 然後誠心去一個月 即是想這個蠟燭 帶給你一個什麼作用 把自己的想法投射到蠟燭 之後才用它 就更好 除此之外 這個蠟燭會有一點特別之處 也要跟大家講解 因為這個蠟燭 是高成本製作 全部100%很漂亮的 天然蜂蠟 加上天然香薰油製作而成 而天然蜂蠟的成本 會比大豆蠟 貴很多 除此之外 它的特性大家都要了解 蜂蠟本身是一個硬蠟 就不像大豆蠟 是一些軟蠟 很容易用 而硬蠟也有一個特性 就是冷縮熱漲這個原理 所以當它溶解之後 它就會浴熱 就會膨脹 當它冷縮之後 也會收細 所以很多時候會有一個 叫做裂紋的情況 出現一個十分之正常 不過為了令蠟燭更漂亮 就是後期製作 現在開始 我也會花笑心思 去加多個工序 令到這些裂紋沒有那麼明顯 即是往時 如果用開這個蠟燭 你有時都看到很誇張 一打開來看之後 整個蠟燭好像 嚴重的話 好像裂開兩塊 那我就嘗試加多個工序 去改善這個問題 令到再靚仔一點 所以這個 是十分正常 是不需要理會的 照點下去就可以了 但是提醒大家 尤其是天氣冷的時候 或者不是在香港地區 而是在外地地方 去運用蠟燭的時候 會有時會覺得 為何點不著呢 點著了竹心之後 很快就關掉了 因為硬蠟也比較難溶 溶點比較高 還有呢 會沒有那麼容易上到的竹心 那些蠟燭 所以最好燃點的時候 就除了燃點的竹心之外 最好就是用一個長的火槍 將竹心旁邊的蠟燭一溶 這樣就會更加容易 令到它上到蠟燭 容易燃燒 所以就會容易解決了那個 點了蠟燭竹心之後 不著這個問題了 那除此之外呢 那為了保存這個天然香薰油的味道 即是第一次運用的時候 因為天然香薰油和香蒸最大的分別 就是天然香薰油很貴 但是有一個治療的效用 但是香蒸呢 就很長的味道 但是成本很便宜 而且這些化學東西聞得多 對於健康都不太好 但是因為便宜了 所以坊間的九成蠟燭 都會用這個人工化學 香精製成 那為了保存這個香薰油 在蠟燭裡面 所以我製造完之後 我面前也會鋪在一層蠟燭裡面 但是要確定 其實我的香薰油的蠟燭 剩餘200g 那所以 面前的蠟燭 是一個優惠 有時候手殘的話 會倒掉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可以用久一點 蠟燭 除了說 會釋放一個負離子 會穩定情緒之外 也會被大豆蠟燭燭很多 所以同一個大小的蠟燭 你會發現蠟燭的蠟燭 會燒的時間 會長很多 第一次 會建議燒久一點 因為 要燒了麵頭的蠟燭 那味道才會慢慢出來 所以有時候朋友說 為何第一次 味道不太香 因為純粹裡面的 天然香薰油 還未散發出來 要燒多一兩次 或者兩三次 那就OK 那就沒問題 其實之後 會建議不需要燒很久 就是當你開了蠟燭一兩次之後 其實之後 你會看到杯底 這個忘記了 那個貼紙 對 你會看到一個杯底 這個也是自己用的 所以沒有黏到 對 杯底會有一個貼紙 就會提醒大家 大概用30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純粹怕有些人燒過夜 睡覺來燒 其實我不太建議這樣用 因為始終是火的一個物體 會建議小心火種 但是正常來說 最好就是燒到面頭的蠟燒了 才能取消它 那就最完美了 因為 如果不是的話 如果燒不夠時間 它就會不停的套下去 就會浪費了旁邊的蠟燒不到 所以 之後其實最好建議 燒到面頭熔了 就可以取消它 因為 含有非常多的香薰油成粉 因為高成本製作 你會發現 比起外面的一般的 天然香薰油的蠟燒 是會香很多 因為香薰油才是最貴的成本材料之一 但是香薰油有一個特性 就是當你嗅了 適應之後 你會覺得 不太能聞到那種味道 其實不是沒有味道 只不過就是 你的臭角神經習慣 只要你離開了空間 出去refresh了你的臭角神經 之後再進入房間 你會發現 哇 香噴噴 充滿了很多香薰油的味道 這就是我蠟燒的特性 所以 基本上 就 注意火種 我會建議 用多個玻璃杯 或者玻璃蠟杯 裝著它來燒 就更加理想 因為 始終 不知道會不會有任何的意外 玻璃杯爆了 還是突然其來的問題 那麼 有一個玻璃杯 就更加安心 還有 避免 有些風吹到火的地方 它燒得更加 帥氣 除此之外 有很多朋友問 喂 有養小動物 用不可以 我一般會建議 有小動物 你自己要留意 不要說小動物 就算人一樣 你也要看回反應 因為每一個人 或者小動物 對於不同的東西 都可能會有不同的敏感程度 這件事 要大家注意 還有 如果有小動物的朋友 有些朋友說 OK 它用到 沒問題 都不建議燒太久 因為 小動物的臭角神經 會比較 發達 燒太多 對於他們 都不太好 如果有養小動物的朋友 就要自己 留意 注意 會不會合用 或者 不要用太久 這件事 亦想提醒大家 除此之外 到最後 當你燒完 燒熱火 燒熱火 最好燒熱火 拿燒熱火 立即吸收 或者 你喜歡的話 直接用蓋 整熄 但蓋可能會焦 焦了 沒那麼英俊 這件事 就自己建好 避免了 吹噬的時候 煙就飛到 整個空間 很臭 這個情況 就會失去 這個問題 最重要就是 能量蠟燭 一些注意事項 如何使用 的一些 分享 心得 還有 如果當 蠟燭 溶到差不多 底的時候 其實杯身很熱 所以 最好 用玻璃杯 墊一墊 或者 在底下 做一個隔熱墊 就會更好 不怕 燒到台面 有一個熱的空出現 這也是 一個 使用蠟燭 的一些注意 的地方 除此之外 這個蠟燭 包裝 如果有用開 我們的能量蠟燭 都知道 這次的包裝 會更加 多了一些步驟 用一些密實袋 因為 可以更加好好保存 這個香薰油的味道 流失 這個狀況 除此之外 我的杯蓋 也會有少許神秘感 蓋上 一張紙 可能 一開 接觸蠟燭 其實 好像不太好看 但其實 拆了一張紙 之後 會比較好看 我為什麼要做多個步驟 花一張紙 因為我想保存 一個神秘感 因為裡面 有一個 能量貼紙 若隱若然 等你 去隨便買到的時候 能量 互相吸引 吸引你需要的 一個能量貼紙 給你一個能量 還有 都想著重儀式感 等買了這個蠟燭的朋友 慢慢去拆開這個包裝 令到儀式感增強的時候 能量運用的效果就更加好 還有 用這個能量蠟燭 會有很多不同的狀況 因為一切從能量開始 所以配對當你有能量需要的時候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狀況出現 往時有很多朋友就說 很快燒完 或者燒極都燒不完 或者再極端一些例子 燒到蠟燭 好像吐白浦一樣 都會有這些情況 這個真的顧你不到 這個純粹就看回你能量 當下的需要 而有不同的反應 都希望大家喜歡用這個能量蠟燭 我自己也很喜歡用 所以我也有偶爾弄 都會隨便抽起一些 心血來存上用的蠟燭 近期我就喜歡用這個chaos 不用由自可 用了之後 我也不知道是開心還是不開心 工作就忙到脫下 這就是我自己用了這個chaos 一個蠟燭的反應 希望大家可以享受 用這個能量蠟燭 希望大家也可以開開心生活 因為最近大家要鬥長命 大家要齊齊整整 我們的力量才完美 少了一個都不行 希望大家可以開心生活 大家香港人加油 謝謝 拜拜